法国高铁车站内挤满乘客 有人拿着大包小包 有人席地而坐 全都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 就在巴黎奥运开幕前几个小时 法国高铁26号遭到恶意纵火等攻击 导致交通系统中断 乘客们哀哀叫 高铁被瘫痪 不仅当天乘客行程被打乱 也导致法国北部、东部和西北部 周末的交通酝酿减半 预计影响80万名乘客 法国当局拯救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体育部长卡斯特拉也强力谴责 批评针对奥运会就是针对法国 并表示会确保所有代表团 前往奥运场地的交通运输 法国为奥运部署了超过4万5千名警力 1万名士兵和2千名民间安全人员 行动实无前例的维安行动 但如今高铁遭到攻击 让奥运在开幕前夕 弥漫恐惧氛围 华新闻蔡子 陈转之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